马太福音查经记录,尼陀生,第十九章。 一至二节,主每次教训人之后,总是做一些工作,如医病、赶鬼等,在此处主有医病。 三节,由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从这节起是另一个问题,天国和人的天然关系。 无论什么缘故,犹太人主张可以随意离婚。 中国有七出之条,犹太人恐有七十七个七出,甚至菜烧的不适口,即可为离婚之理由。 法利塞人喜离婚,但仍有戒心,顾问主。 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从这话有二点可定规。 一,婚姻是神社里的。 二,一夫一妻制,只有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 主如此答应,一己此非律法的问题,乃当究其来源。 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父子,母子的关系已是够亲密,可是还有一个关系,夫妻更亲密。 父子,母子已是拆不开,何况夫妻。 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上文说,二人成为一体圣经的记载,妇人不报数目,一体故也。 夫妻在神面前只有一数,所以,既然如此,乃是一体的了。 人不可分开,这是断案。 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时要吩咐,给妻子修书,就可以修他呢。 法利赛人最容易引用摩西律法,以为引出摩西最可便当的推导主,以为主的话是和摩西冲突的。 摩西为什么吩咐摩西并没有吩咐,只是许可,为主能辨别奇妙。 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修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八节为设立旧约之原因,主并不否认,为在此一说出摩西许可某种事件,乃为了以色列人应心的缘故,并没有照当初神的本旨。 可见,律法不能叫人重生,亦不能叫人完全。 来十一 关于修妻,神起初的旨意并不是这样。 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修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修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正当的离婚只有一种,就是因为奸淫。 今日之国法,虽有多种合法的离婚,但圣经中不中婚礼与订婚,为婚姻的棋手起于愿意的,非强迫肉体关系。 根据林前六章十六节,二人成为一体,肉体的关系是最亲的,因是神所设立。 有了肉体的关系,不管律法或社会风俗,在神前是负责,成为一体了。 故在旧约中,若男子破坏女子贞操,必取之,因肉体的结合,是婚姻的要素。 奸淫是一行为,破坏二人成为一体,离婚乃是在神前拆毁合一。 这样可下结论,一,一切的奸淫都是拆毁在神前的合一,二,不可离婚,除非奸淫。 我们信徒虽处于是,不当随潮流合人的律法,当从神的旨意。 取纳被修的妇人,此意兼淫也,因若此妇人未犯兼淫而被修,则神前合一还在,今取之,是破坏合一。 然人在未信前取被修者则如何?则已由宝血遮盖,不能再修。 保罗只谈分居,如果是因,一,需要,二,有益处。 唯信者方面不可先提出,否则宁可和平,忍耐。 分居乃等后,也许神会在分居期间使不信者能信。 一个信者有犯奸淫之妻,按律法和主的话都准修。 唯救主的恩典说,设妻子悔改,仍设之。 参约八三至十一。 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道不如不娶。 门徒亦有私心,赞成任意离婚。 金剑不能,故为不如不娶。 为此又违反神的本旨。 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没有人可强迫别人不娶。 强迫人离婚,是罪,强迫人不娶,也是罪。 因为不是人都能领受。 主在此,一面说出神的本旨, 一面又说出神能兴起一般人不娶。 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焉人, 也有被人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 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谁能领受? 三等人。 一,天焉生理缺陷。 二,人焉由于环境、刑法。 三,自焉为天国的缘故使徒保罗一利也, 为了神功故不娶,摄取,神的工作必受影响。 为天国自焉者在天国有特别地位。 剑起十四四,主怕人误会, 故说,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当作一个特别权利,鼓励为天国自焉者。 十三至十五节,此三节教训是, 没有太伟大的人是不当作太小之事的。 门徒想,主是拉比中的拉比, 不当作此小事。 门徒祖旨,乃因崛起讨厌, 依因欲利用其做门徒之架子。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一,无伟大者不能做最小事, 故弟兄应当做扫地、擦窗等事。 二,在天国都是像小孩的模样, 非小孩,乃是像小孩的天真、谦卑、依赖。 三,小孩子亦有灵魂,故当宝贝。 四,神的爱情可流露在最小的世上。 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机会不常有, 因主要去。 人如失去蒙恩机会, 真无办法,最为可惜。 故当趁此拯救之时, 接受主的救恩。 恩门现在虽然开着, 然有一天要关起来, 故切不可错过。 每当主离开那里时, 总有许多病人, 罪人落后。 十六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 十六至三十节最难讲解, 所有的小字都靠不住, 开头当家看二字。 其他福音书说, 这少年人乃犹太人的观。 路十八十八, 在此说, 有一个人来见主, 且称主为夫子, 此称乃一好现象。 少年人闻主明久矣, 找之久矣, 可见对主已有相当知识, 他觉得, 一, 该得永生, 二, 自己无永生, 三, 知善事可得永生, 四, 不知什么善事可得永生。 此少年人不问有无永生, 亦不知要得世界快乐, 并想得来世的快乐。 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主答此少年人, 乃是按他的背景与本相, 并非主承认, 善行能使其得永生, 反倒借此, 使其之行善之失败, 行善之不可靠。 只有一位是善的主使之认识自己, 知道只有一位是善的, 别的不是善, 因善的只有一位。 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诚然, 因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加三十二, 西湖没有一个因遵行律法, 在神前称义, 罗三二十, 因为犯了一条最小的, 就犯了全律法。 雅二是, 所以保罗为律法本作主的执事, 西变成了死亡的执事。 林后三九, 雅八不能问, 怎样唱诗得神喜悦, 瘸腿的不能问, 怎样跳舞使人欢迎, 仁义不能问, 怎样行善以得永生。 今天之罪人, 亦喜欢问, 如何行善可以得救。 十八至十九节, 少年人以为诫命多得很, 不知那一条, 顾问什么诫命。 主所提出者, 都为第二块法板, 即五至十条, 说出在人面前的责任。 第一块法板, 一至四条, 乃对神的责任。 犹太人都自以为牢牢谨记, 故主问之以第二块法板, 在人前如能看清楚, 在神前或许也能谨守。 二十节,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我都遵守了主提出诫命, 希望少年人说没有守, 不料少年人说都守了, 在此主仍不能使之认识神, 认识自己。 二十一节,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少年人的气最雄, 以为无善不能做, 故主在此说出一善, 为他不能作者, 变卖于周记。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知守尽十戒, 仍不完全。 变卖不反对, 因人有钱, 分给不可能, 跟从要漂泊, 无安息欺身处, 更不能。 二十二节,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证明少年人不能行善, 连十戒也不能守, 不能周记穷人, 极不爱人如己。 神给律法, 本之人绝不能守, 唯狱人在犯罪之后, 知道自己是罪人。 罗三二十, 少年人宁可放弃永生, 而得世间快乐, 故是一个沉沦者。 二十三节,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主在此对门徒说, 他是转弯讲起另一问题, 天国的赏赐。 这个比喻似乎有难处, 因为永生, 天国, 神的国, 得救都混在一起, 实则不难。 有二条清楚的线, 必须认清, 一, 少年人的追求是永生, 二, 把少年人的事当教训, 借此向门徒说明天国的赏赐。 二十一节是国度的道理, 主假定这少年人得救, 故以国度道理指之。 财宝积在天上, 指国度中的丰富。 财主进天国主对门徒说这话, 假定此少年人为得救者, 故约难。 二十四节,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骆驼者, 再重负财宝之牲畜。 非财主不能进神国, 赦财主当主要时而放弃其财产, 当然进天国, 故不是不可能。 财主在此处之定义, 为自己所喜爱的, 不肯教神, 即是财主。 神的国, 上文说天国, 此处又说神的国, 何解? 天国有三义, 一, 基督教国, 二, 教会, 三, 千年国。 神的国亦有三节, 一, 属灵的经历, 鹿十四十五, 二, 千年国, 三, 永世。 二十三节终之天国, 指千年国, 唯恐人误会, 故在二十四节说神的国, 神的国与天国, 仅有作千年国之意义相同, 使之有所专制。 二十五节, 门徒听见这话, 就稀奇得很, 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门徒误会, 因主由永生问题, 转至赏赐问题, 故觉稀奇。 骆驼穿过真眼, 为不可能之事, 以致无人能得救, 故问主。 二十六节, 耶税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德就在乎神, 神能改变人的贪心, 神能兴起保罗, 巴拿巴, 立委, 该撒管家, 肥斯二十二, 西律之家载。 路八三, 少年人说能, 实在不能, 只有神能。 二十七节,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彼得质问实为, 一, 自义, 二, 商业性质。 主对此问有二感想, 一, 同意彼得之以致国度之赏赐, 却在乎行为。 二, 不赞成彼得之自义, 与商业性质太重。 二十八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即效法主者, 走窄路者, 卑识自驾者, 忍耐谦卑者。 到复兴的时候, 在圣经中, 这词共用过两次, 另一次在提多书三章五节, 那里是指个人之复兴, 即重生。 此处是指世界之复兴, 即千禧年。 罗巴十九至二十三, 塞十一六至九。 自亚当到摩西, 最在世, 自摩西到主耶稣, 最掌权, 今世重生者, 仅是脱离罪的掌权, 不能脱离罪的同在。 世界的复兴亦如此, 先脱离罪的掌权, 然后新天新地。 十二个宝座, 当然犹大不在内, 雇主不说, 究竟有谁补替, 我们不必追究。 二十九节, 凡为我的名披下房屋或是弟兄, 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马可既有今生和来世, 马太武因都是千年国的事。 百倍非指一百个父亲, 乃指一百倍的喜乐。 永生指国度中的永生。 永生有三段, 一、金世, 即有永生, 鉴约五二十四, 二、千年国中, 来世, 指下一个世代, 即千年国, 可时三世, 禄十八三世, 三、永世。 罗二七, 三世节,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里说,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乃指赏赐不同, 亦作彼得自意之见见。